从昨天到今天,看到不少留言了,说我之前的预测,很对,普利哥人不会有事,当天叫他的人回去时,普京这边其实已经答应他的条件了,只是一时不方便公布而已。 我们有图为证,为啥要专门说他呢?因为从上午一直到现在,看了很多自媒体的评论。 什么一种感觉呢?大家普遍都觉得不可思议,觉得普利哥人都举兵向莫斯科了,不追究他的责任,不让他有性命之忧,就已经很不错了,怎么还和他会面呢? 我们之前就说过了,对一个国家,一个群体人们的行为,只要不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,而是站在对方的角度,也就是充分理解这个国家的过往历史,相关传统,还有他们的形式模式。 但是,只要你本着一个非常客观的心态,一般来说,是能判断出事件未来走向的。 但我今天,不是来搞自我表扬的,而是要讲另一件事,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历史,向来是来回转折的,现在俄罗斯又到了历史的大转折点了。 为啥敢下这个断言呢?我们判断一件事情,向来喜欢包洋葱,今天还是按照老规矩,一层层洋葱包起吧。 先来包第一层洋葱,看看对这次会面,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是怎么说的。 大致有这么四点值得注意,一是会面时间,普利哥任仅仅发动兵变五天后,二是地点,克里姆林宫,三是参加会面的人挺多,共有三十五人。 按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说法,这三十五人是部队的所有指挥官和集团领导层,包括普利哥任本人在内,其实就是瓦格纳的所有骨干成员全到了。 四是谈话的内容,这很关键。 这又可以分为四个小点,第一小点是普京队对集团在特别军事行动前线中的行动给予了评价。 不用猜,就知道普京所给的肯定是好评,充满一美之词。 怎么说呢? 就是肯定他们之前的功劳。 第二小点是对六月二十四日的事件给出了自己的评价。 语气肯定比他在当天的讲话要和缓得多。 第三个小点呢? 这些指挥官们面对面地向普京解释了自己当时为啥要那么干,简单来说就是诉苦。 人类历史上在发生了那么大的事后,其实很难得到这种诉苦的机会。 就算没有上面那两小点,光这点就够让这些瓦格纳的骨干们感激涕零的了点。 但这三小点都是铺点。 最关键是第四小点,普京向他们提出今后就业的方案。 前面三小点的大致内容都能猜得出来,但第四小点,普京向他们具体提出哪些今后就业的方案就猜不出了。 但这是俄罗斯人刻意留下的东西,目的就是让有些人去猜。 谁呢? 比如说拜登,比如说波兰人,比如说波罗的海三小国。 尤其是后面这几个,现在对这件事肯定是惊疑不定,甚至怀疑这次兵变根本就是双普合伙,故意唱的一出戏。 为的就是麻痹他们。 俄罗斯人还怕他们不这么想,所以佩斯科夫表态时,又专门讲了这么一句话。 这些瓦格纳的骨干在和普京谈完后就纷纷强调说,他们是国家领导人和最高统帅的坚定支持者和战士。 看完上面那些话,再加上这句话后,估计上面提到的这些人,有的扩约机会猛的一缩,有的则会被击鼓发凉。 也正因为是这么一个结果,所以网上很多人都在说,有上面这些事,难道不是充分证明这场兵变,就是双普,事先讲好,演给外界看的一出戏吗? 还真不是。这里要把之前的观点重新再讲一遍,普利哥任兵变的背后,其实随着俄乌战争的进行,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光谱已发生了非常剧烈的位移。 什么样的位移呢?在开战前后,俄罗斯的高层决策者们对未来和西方的关系还抱着幻想,还想着现在虽然打仗,但将来肯定会和西方和解,所以现在就要为将来留足空间。 这种心态,对俄罗斯人来说,虽然不见得像文化基因那么根深蒂固,与生俱来,却至少是潜藏在他们中不少人的内心很深处。 为啥呢?到这里,又可以包开第二层洋葱了,这和俄罗斯这个民族的精神内核非常有关。 可以这么来形容,俄罗斯这个民族的精神内核极其的不完整,简直就是个缝合怪,是各种不同,甚至相互冲突的理念硬凑在一起的。 怎么缝合的呢? 至少有四块,第一次是俄罗斯这个民族是怎么形成的。 我们都知道,俄罗斯这个民族,其实他们自称是罗斯,我们汉语之所以加个俄字,是因为蒙古人那里转过来的。 蒙古语中很少由以辅音而开头,遇到这种情况,要加个相应的缘由。 结果明明是罗斯,经过蒙古人这么一转手,传到我们这里,就成俄罗斯了。 但罗斯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?是从瑞典来的。 在现在的瑞典东部,有一个村子,古代叫罗登,现在叫罗斯拉根。 别看现在这地方只是个村子,但在古代,这地方出了不少围巾海盗。 他们成群结队,驾着小船,穿过波罗的海,沿着东欧的河流四处抢劫。 当地人一看,这帮人挺能打的啊,与其三天两头被不同的人抢劫, 还不如请他们留下,大家给他们纳税,让他们来抵抗其他的强盗。 这么一搞,就出现了俄罗斯历史上最早的国家,叫做基辅罗斯, 因为当时这群维京海盗就把首都设在了现在的基辅。 既然这群海盗从罗斯拉登来,俄罗斯人也跟着把自己称作罗斯人了。 怎么说呢?这个民族刚一诞生,就受了北欧人的影响。 但当时的北欧人,得在二百年后,才会接受天主教, 所以这帮为京海盗是没啥宗教信仰的。 但东正教的传教士呢,却早就不断地在大草原上穿梭来往, 所以又逢上了东正教的文化。 之后,俄罗斯人又遇到了蒙古西征,他被征服了。 这次征服对俄罗斯人的影响挺大, 一是他从蒙古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, 比如说政治制度啦什么的, 二呢他也因此不怎么被西边的人瞧不起。 在西欧,就长期流传着这么一句谚语, 扒开每一个俄罗斯人,里面都住着一个达达人。 达达人就是蒙古人。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, 俄罗斯人啊,就算你装得再像欧洲人, 你其实还是蒙古人。 这是怎么说呢? 就是俄罗斯人不管怎么努力, 甚至努力都始终没法融入西方社会。 后来呢? 我们也知道, 1493年, 奥斯曼土耳其攻陷军事坦丁堡, 灭亡了拜占庭帝国后, 势力大增, 甚至数次兵临为掩纳城下, 当时的罗马教皇决定联俄制度, 让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远嫁莫斯科。 结果让俄罗斯人信心大增, 觉得自己从此是拜占庭帝国的正统传人, 莫斯科大公按照拜占庭旧力自称皇帝, 莫斯科也成了第三罗马。 所以, 俄罗斯这个民族的精神内核是这么缝合的, 北欧海道, 加东正教文化, 加蒙古征服, 加拜占庭帝国, 也就是东罗马帝国的荣耀。 东南西北, 背贱高贵, 各种乱七八糟, 甚至毫不相干的东西, 硬生生地插进了俄罗斯人的文化基因了。 所以, 俄罗斯人的性格怎么来形容呢? 一会儿是自伤遭人轻贱, 满腔怒愤, 一会儿又觉得世事只如浮云, 别人看重也好, 轻视也好,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, 但当别的民族, 尤其是西欧人给一点点好脸色时, 他们马上又会精神抖擞, 恨不得连心肝肺都掏出来。 结果呢, 就形成了我们要包开的第三层洋葱, 俄罗斯人和欧洲人之间的关系, 呈现出一种非常古怪的两极化循环。 当两家因为利益有冲突, 关系很冷淡时, 欧洲人会因为害怕, 对他相当尊重。 当俄罗斯人看到欧洲人对他尊重时, 会顿时精神抖擞, 想把新窝子掏出来给欧洲人看, 欧洲人会立即翻脸, 狠狠地一耳光把它扇倒在地。 等俄罗斯捂着脸, 充满怨恨地站起来时, 欧洲人因为害怕, 又会对他表示尊重。 这种循环, 在俄罗斯历史上有过很多次。 比如说, 在拿破仑战争前, 俄罗斯虽然很强, 欧洲国家其实都不怎么看得起他, 结果俄罗斯人拼死抵抗, 让拿破仑二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, 之后又和各国联军一起, 在滑铁卢大败拿破仑, 整个欧洲虽说内心对他很忌惮, 但从表面上看, 对他是相当尊重。 结果俄罗斯人马上就被这种尊重冲昏了头脑, 在1848年革命中, 他自带干粮, 帮欧洲各国扑灭了革命, 这其实是帮欧洲的忙, 反而引起了欧洲人的嫉恨, 觉得他想称霸。 结果几年之后,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, 英法和土耳其等国的联军重创了俄罗斯, 杀黄尼古拉一事, 因为幻想破灭, 绝望自杀。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吃了大亏之后, 俄罗斯又进入了另一个循环, 他搞起了蒙头发展, 等到德国崛起时, 法国和英国为了自己的安全, 又跑来拉拢他。 俄罗斯一高兴, 在东线为了英法而全力出击, 结果伤亡惨重, 搞出了二月革命, 之后十月革命, 然后又被西方封锁。 然后, 俄罗斯被迫再一次进入了循环, 他再次蒙头发展, 成了苏联, 还通过一五, 二五计划, 完成了工业化, 成了世界的工业大国, 在二战中击败了德国, 再次引起了欧洲和美国的忌惮家尊重。 苏联人呢? 又被这种忌惮家尊重, 冲昏了头脑, 所以不管从赫鲁小富, 还是薄烈热孽夫起, 都不断地想和美国搞缓和, 也就是要争取一个平等地位的意思。 结果呢, 每次都被美国用极限施压的办法, 占尽了便宜。 当时我们, 对美苏搞缓和, 而且每次都是苏联吃亏, 苏联人还得意洋洋的这种情况, 那是相当的不理解苏联人你在搞什么飞机。 明明满手好牌, 你居然还要玩跪铁, 是不是哪里有毛病啊? 结果这种跪铁, 到各地图石, 发展到了顶峰, 我们就莫名其妙地, 看到苏联突然解体了。 之后的叶利钦, 甚至2007年前的普京, 对这种巨变, 也没啥感觉, 还是满腔热忱地向西方靠拢。 直到2008年被挥了一巴掌, 2014年又被挥了一大巴掌, 他们这才反映过来, 又开始有那么一点自伤, 遭人轻见, 同时对欧美满腔怒愤的意思来。 说到这里, 就可以明白很多事, 为啥这场战事的名字, 叫做特别军事行动呢? 为啥战事刚开始, 俄军会坐足春秋礼数, 看上去非常的讲武德, 比如说坦克经过时, 遇到红灯亮起, 坦克居然会停下, 搞了遵守交通规则好榜样, 等绿灯亮起时, 坦克才走呢? 为啥随着之后的战事不利, 俄军的出手会变得越来越狠呢? 还有呢, 为啥随着战事进行, 欧美各方从刚开始劝泽林斯基逃跑, 到一边观察, 一边尝试着提供武器援助, 到之后发现没啥事, 不断地试探着, 不断地踩过红线, 像刚开始, 他们说不会送武器给乌克兰, 结果后来送了, 然后说不会送重型武器, 结果没多久, 就送了海马斯和重炮之后呢? 他们把攻击型导弹, 还有坦克, 瓶油弹什么的都送上了, 但俄罗斯方面, 是什么发应呢? 基本的态度就是摸摸鼻子, 就这些事全都吞下去了, 基本没啥反应, 结果这么一搞, 就激起了俄罗斯老百姓, 尤其是在一线作战的军人们的满枪怒分来了, 既然你们都选择开战了, 就不应该再抱着幻想, 而要以对待真正战争的方式来进行战争, 在这种心态下, 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事, 比如说罗斯托夫城, 是俄罗斯南部军区司令部所在地, 是军事重镇啊, 结果瓦格纳士兵长驱直入, 直接进城, 城里的驻军连一枪都不发, 对瓦格纳的行动采取了完全不抵抗的态度, 比如说在那之后, 瓦格纳的车队居然能朝着莫斯科的方向, 基本上按照正常车速行驶, 沿途的俄军不要说层层阻击了, 甚至连个拦路的都没怎么见到, 我之前还说过, 这是兵变啊, 是大事啊, 罗斯托夫城里的老百姓, 当时是啥反应, 他们嘻嘻哈哈地, 有的爬上坦克, 有的拉着瓦格纳士兵合影, 弄得这帮瓦格纳士兵哭笑不得, 恨不得高盛教导, 不许笑, 我们这搞兵变啊, 说到这里, 大家就明白, 在普利哥任选择罢手后, 普京为啥不但不能再搞追杀, 反而得抓紧时机, 想办法, 要和瓦格纳这批人缓和关系, 因为他们所代表的, 不是他们自己, 他们代表的是俄罗斯国内, 可以说是大部分的民意, 这批人无所谓, 但不能让老百姓失望, 我之前讲过, 个人的力量极其有限, 不管是任何政治, 还是军事, 甚至是经济活动, 你怎么做, 才能取得成功, 必须站在某些利益的交汇点上, 国家事务呢, 就得站在全国利益的交汇点上, 所以现在这种时候, 这些人不但万万动不得, 还得肯定对他们的行为, 虽说不能说赞同吧, 但至少得表现出宽容大度, 而且这种宽容大度, 表现得越早, 越能赢得俄罗斯的民心, 当然, 瓦格纳这些人也是实相的, 所以当普京展现出这种姿态后, 他们立即表示自己是国家领导人, 和最高统帅的坚定支持者和战士, 到这里, 对着整件事的复盘就结束了, 就可以接着上次的预测, 继续再做三个预测了, 第一个预测, 其实之前也做过, 瓦格纳兵变这一夜, 就这么揭开了, 到此为止了, 普利哥任现在不会有事, 至于将来嘛, 既然时间都过了, 被秋后算账的可能性, 也不会很高, 这帮人毕竟是九战老兵啊, 放在白俄罗斯, 拜登会头大, 波兰人会头大, 波罗的海三小国的头会更大, 第二个预测则是, 经过这次兵变后, 俄罗斯历史再次掀开了新的一夜, 再次进入了另一个历史循环, 按照常规, 这次所造成的俄罗斯和西方的疏远关系, 至少会持续好几十年, 为啥敢这么下定论呢? 看前段时间, 一个叫勒瓦达中心的机构所做的民调, 就明白了, 上面显示, 经过瓦格纳事件后, 普京的民调反而飙升到了83%, 说来搞笑, 勒瓦达中心还是西方资助的, 在俄罗斯被列为外国代理人, 2024年, 俄罗斯要举行大选, 普京只要参选, 基本就是他, 第三个预测是, 俄罗斯再次进入的这种历史循环, 在某种程度上, 对美国来说, 简直可称为噩梦, 为什么这么说呢? 因为长久以来, 在欧美一直存在着一种论调, 我们要连俄制化, 所以哪怕在现在, 整个西方对付俄罗斯, 成了一种政治正确, 还是有人在说这方面似的, 像美国学界的米尔斯海默, 还有特朗普, 但这事能做到吗? 答案是不能, 当一个国家, 步入他宿命般的历史大循环时, 是无法阻挡的, 而且历史还挺给我们运气, 俄罗斯这次步入循环的时间, 正好是我们最为关键的时期, 而且我们还没怎么费力, 是拜登和他手下那批人, 让这一切加速了。 本期的东方时评就到这里了,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独特的见解, 感谢您的观看, 欢迎点赞, 订阅和转发。